字幕 李宗盛 嘿大家好 我是SKY 原先預計Washington Clark跟Domboya會一起做 嘿嘿 結果 怎麼樣 只寫了前面兩個人的字數 就破8000了幹 加上Domboya實在是太菜了 能講的也不多 所以我有在想要不要直接刪掉他的部分 就呃再看看吧 好的 那麼接下來就 進入整題吧 Pedra Washington應該是本屆樂透區除了Radish以外 入行後表現最出乎意料的一人 這裡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原先大家都無法認同黃蜂的決定 主要是因為Kentucky的進攻 主要的掌控在後衛手上 半場比起擋拆 更常使用簡單的Inside Out 也於是Washington在大學時 看起來就是個偏矮體能中上的低位型內線 這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名 能在NBA發光發熱的球員 也於是在他廣被玉璇會掉的手輪中斷之下 紅蜂卻在十二順位置提前選他 才會引起許多議論 但事後證明Kentucky的體系 確實和他不契合 也因此讓許多人誤判了Washington的技術程度 事實上他有三項非常符合當今NBA的技術 那只是三分外線 擋柴走位以及側硬 可是在Kentucky陣中 由於他幾乎都在低位要位得分 這三項技術也則幾乎無法得到發揮 反之呢 觀察黃蜂的比賽 Washington不是擋拆後容易到禁區 或拆下去直接翻身要位 並觀察防守動向後決定要自己接受打掉 還是側硬給隊友 不然就是在弱兵三分線埋伏 替隊友拉開空間 於是這三項技術到了黃蜂體系中 就全都得到了最大的發揮空間 三分部分上 Washington本季三分Kent數命中率達38.5% 並能命中1.4球Kent數3分 同時在Wild Open的情況下 三分保護度高達41.7% 以一名大學長軍季男命中0.5球3分的球員來說 覺得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漲幅 且Washington在投射上 我認為還能在持續成長 他的三分射刺非常漂亮 出手快 穩定度高 同時7尺2.25吋的臂展 也讓他的出手將來被干擾 在受壓迫的情況下 仍能完整的做出投籃動作 不只是一名控擋射手 也能在高強度的防守下出手Tough Shot 同時以一名內心來說 Washington的接球腳步非常扎實 經常能在跑位後以刁斷的角度接球出手 不管打Pick'n'Pop 或是作為跑位射手 未來都很管用 也讓他的外線的威脅 不僅止於弱邊Catch'n'Shoot 有更豐富的戰術價值 更棒的是 Washington不只能接應投射 他還意外的有很成熟的切入啟動腳步 讓他難得弱邊接應後 用速度切過長人得分 並且在籃框周遭他能以拋頭 或是夾晃後翻身勾射等多種方式終結 終結遇到對抗時 他的對抗現在星球中也屬上乘 同時在大學Inside Out體系中 養成的良好空間感 讓Washington有著驚艷的傳球視野 在接應切入後 能找到隊友空檔做切傳 像這裡Bridges就是一個很正確的傳球對象 可惜他沒有選擇出手 最終進一步切傳後 被對手機連的破壞掉 而這裡則成功找到籃下的Zeller 讓對手被迫犯規 然後這裡雙倒後接球找到Royne的Hernand Gomez 最後這裡則轉身吸引防守後 一個漂亮小球 給空間跟進的McDaniels得分 再來擋拆上 Washington非常擅長抓甲擋下滑的時機 利用對手換防的時間差 製造出Royne的機會 不過在6尺7吋的身高 普普通通的爆發力 以及左手終結的穩定度欠加等因素之下 Washington擋拆後 直接下滑接球得分的效率並不好 根據數據 本期他執行擋拆Royne的命中率 僅43.5% 未經運球直接上籃的命中率 也僅37.2% 也因此在更多時候 Washington的擋拆價值不再得分 而是運用其良好的空間感 在短擋拆的情況下 與罰球線接球吸引弱邊斜防後 側硬的射手得分 另外除了直接拆掉製造機會以外 由於Washington 優秀的拆掉下滑時機 經常能強迫對手換防 於是就能製造出拓位 讓他轉而拉到低位 去要維度單打 也就能掩蓋掉他身材上的劣勢 但低位單打 雖然是Washington大學的吃飯工具 可是事實上呢 他低位的腳步並不算多元 幾乎只兩招 一招接球後轉成面框切入 像這個片段中可以看到 他優秀的加速腳步 甚至連後衛都跟不太上 必須得要犯規來阻止他得分 而另一招呢 就是他大學最擅長的 背框下球 轉成頂下防守者清出空間後 直接靠臂斬勾射 這一招的腳步 Washington做得非常洗練 一對一時 其實已經算是很紮實可靠的 得分手段了 但問題是 他不是擅長左手終結嗎 所以他的背框勾射 幾乎都是轉同一邊後 右手出手 於是常常出現對手 完全把中心靠向右路 包夾也從右邊過來 但Washington還是只會一股腦的轉進去 最後在大量干擾下 勉強勾射出手的畫面 另外除了低位以外 為了做手低手給後衛 Washington也經常拉到高位來接球 這次他的切入能力 也能有不錯的棋息作用 要給球時 如果對手完全防範後衛 他就能立刻轉身啟動切入 攻擊籃框 直切入上 Washington的路線也是很好預測 雖然兩邊都能下球切入啦 但絕對呢 都是切直線 而且多半都會用右手來終結 所以我才說只能當作棋息 要說是穩定的武器 呃...我是覺得還撐不上啦 不過Washington的高低位的側翼能力 也是非常出色 能閱讀對手防守輪轉 找到最佳的空檔 這也讓很多時候黃鳳的戰術 會以他的高低位持球作為起手式 搭配弱邊Offscreen的跑位 製造射手機會 或是開後門的機會 因而進攻端上本季的Washington 展現出他很紮實的基本功 是一名能接應投射 也能下球突破的延伸四號 但更重要的是 由於他跌破壯家球炭的測移能力 讓他有潛力培養成類似Ben Adbio 或是Demontes Sabonis 那樣的內線戰術核心 但前提真的是 進攻手段得要更加多元才行 畢竟Sabonis 雖然手短又跳不高 但至少人家有六尺十一吋嘛 而Adbio有九尺魔高的同時 爆發力還搶不到幾倍 看看Washington 魔高才八尺十五吋 欸...又跳不高 所以絕對呢 得要練出更成熟的進攻腳步 否則就算傳球視野再好 他本身難以遷移防守的話 還是很難當作戰術核心來使用 而防守端上 Washington也和進攻端一樣 受制於體格體能 沒辦法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很多時候就算雙手高舉 直上直下跳起來護匡 滯空那樣高度 仍舊難以阻止對手 遇到體能較好的球員時 被輕鬆小拉一桿後 吃掉是常有的事 所以直觀的觀察護匡數據可以發現 在六尺內 也就是籃框周遭 在他防守下 對手的命中率反而提高0.8% 也因此 Washington的防守重點就落到頭腦上了 像是協防的站位 協防的時機 換防的意識等等 所幸的對基本功良好的他來說 顯然這些都不是問題 像這裡 擋拆後他就踩出一個很好的站位 側身踩出傳球給Yokic的路徑 並且不讓Murray 有任何助跑起跳的空間 不讓他有運用體能彈跳起來 滯空吃他的機會 成功的高舉雙手 防守下他的上籃 而這裡在快攻中 Washington協防 提前踩出一個很好的站位 只要Forbes再往前一步 就會被吹進攻犯規 強迫他要小拉一竿 給了Zeller 不防底腳射手的時間 可惜後續外圍兩名隊友 防守溝通15 鋪防了同一個人 造成Lonion Walker得到大空檔得分 再來這裡 Washington的站位也很精彩 在Yokic轉身的瞬間 立刻踩上去防堵出手 同時不忘踩出他傳球給Grant的路徑 最終把Yokic的傳球破壞出界 這裡Washington的時機 拿捏的也很好 直到Yokic沒有中距離 但擅長進去的小拋頭 於是踩出一個很好的位置 防止他第一拍直接出手 逼迫他必須要多踩一個歐洲步 於是讓Yokic沒有機會 靠爆發力跳起來硬施他 最後成功靠長臂 直上直下的肝腳出手 然後這裡Washington 先是協防包角DeRosen 逼迫他把球往外運後 踩出一個很好的站位 讓DeRosen顧忌他的長臂 不敢輕易傳球給空間的Liles 選擇自行切入 接著Washington 再回來協防他的切入 同時剛剛協防Gate的Martin 換防到Liles身上 Rosier則換防到Gate身上 最後Gate切入後 Washington再協防 終於把進攻時間拖晚 Gate沒辦法再分球 強迫到高難度出手沒進 最後這裡Washington 先是協防Harden切入 可以看到黃鋒這裡 左中右 都有人來踩死他的出手路徑 弱邊的Zeller 同時輪轉到外面射手身上 Gran在輪轉到Zeller的人身上 Zeller第一拍防止射手三分 引導他切入後 再立刻由Gran 換回來對位 他則回到Tucker身上 同時Washington也踩住一個很好的站位 被給他塞小球給Coffington的機會 雙手高舉的堵住 往籃框所有出手或傳球的路徑 逼他再分出去給外圍射手 最終用火箭24秒進攻為力 而最後兩個play中 我想應該不難看出 黃鋒其實有著 非常優秀的防守輪轉能力 而這也是因應他們內線群像Zeller Washington Pernand Gomez等人 普遍都是缺乏體能的類型 所衍生出來的防守策略 而這不只掩護了Washington 腹框能力有限的問題 也掩護了他痕影不足的問題 以一名67寸的群人來說 他的痕影速度真的不算出色 通常擋拆後換防後衛 甚至是體能好一點的封線 都很容易被一步過 或是一個簡單的變相就過掉 Robin進去協防籃下後 也不太難再鋪回去補防自己的人 也於是 這時就很依賴黃鋒的防守輪轉來幫忙了 像這裡呢就是很典型的X-Out防守 Robin和Washington進去協防籃下 45度角的Grain 立刻下去換防他的人 Washington在換防到Grain的人身上 形成一個X 這一個呢也是為什麼叫做X-Out的緣故 另外像這裡 黃鋒做了一個類似區域防守的方式 Harden切入後 原先對位他的Rosier 跟到罰球線就停住 讓弱邊的Zeller和Washington進來互框 45度角的Martin 換防下去守Zeller的人 Rosier換防守Martin的人 Washington協防後 則回去補防自己原本的人 但以他的橫移 很難直接補防後衛的突破 於是可以看到他一開始 就呈現側身引導對手進去 再讓Zeller進到籃下來正面互框 逼迫他在傳球出去 同時Rosier在換防 Washington也換防出去 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輪轉防守 呃 然後最後就被Harden買到犯規了 呵呵 總之呢 Washington本身並非條件很好的防守球員 黃鋒的防守策略 和全員機動性極高的輪轉防守 真的很大程度的掩蓋掉他的防守問題 只能說到Washington確實是很幸運 畢竟如果不是被黃鋒中 剛好內線體能的不算好的球隊選走 他的防守問題 是有可能讓他蹲板凳的 不過有依說依 Washington的橫移 雖然難以換防外圍球員 但單防到切入為主的大型封線 像Yanis 雅肯這類球員時 靠著厚實的身材 長臂 以及承退一步用站位去防守第一步 反倒是意外的 有很不錯的單防效果 另外當遇到Ibaka 在連面框型的內線時 Washington的單防效果也是很好的 其實這個平常中可以注意到 他一發現Ibaka得到錯位 立刻機靈的指示Grind和他換防 從這一點呢 也不難看出他防守的意識 因而整體來說 P.J. Washington 不僅完成度超乎大家的預期 新秀年就已經成為一名可靠的延伸4號 且他連潛力 都比原本想像的高出不少 如果能改向高低位的單打腳步 增加終結手段的多元性 加上他的測試能力按三分投射 他是真的有機會 摸到David West這個最高模板 只是也得說啦 黃蜂這個選秀成果 雖然以現在來看是好的 但我想真的有滿大成分受惠於 James Borrego教練的養成 以及他對於新人們良好的場上定位 才能掩蓋著Washington技術的不足 以及防守上的劣勢 將他基本光看頭腦的優勢 給發揮到最大 所以應該這樣說 Washington的巴森蕾一樣 都是身材體能不三不四的Twinner 不是說他們不好 一名球員能打仗NBA 絕對有其特別之處 只是正常狀況下 他們都不是一名容易使用的球員 也於是 他們能被現在所屬母隊給選到 真的都是非常幸運的事情 蛤 你說選的不就是應該認真養嗎 這樣哪算幸運 呃 尼克的所有球員表示 Washington全方位戰術核心的特性 搭配純控型的Grain 全砍分型的Rozier這對雙槍 也正好彌補了他們的不足 加上一票體能勁爆 注入無限活力在防守段的測移群 不得不說黃鋒這次打出的球鋒是很好看的 未來唯一要擔憂的 就是天賦實在是不足 有體能的沒技術 有技術的沒體能 導致關鍵時刻 往往只能看雙槍在三分線外空砍試手期這點了吧 而這個情況呢 其實有點類似於過去幾年的熱火 體系 防守 綠葉等的環節都到位 但就是沒有足夠的天賦 讓比賽的最後關頭總是差一口氣 至於這要怎麼改善呢 恐怕呢也就正在選秀抽籤時試手氣了 畢竟讓Grimi Butler空降熱火這種事情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好吧 接下來呢 跳到首輪第21順位的Brendon Clark 把他跟Washington擺在一起講 我想應該再適合不過 因為這兩人轉換上NB的屬性頗為相近 一樣都是全能型 但身材尷尬的矮內線 但由於技能點和體能上還是略有不同 造成了兩人類似 又不那麼類似的結果 首先兩人在進攻端上的定位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起手是為擋拆 沒有機會就拉到弱鞭作為接應點 而Clark也非常擅長假擋下滑 像這也就是他刁斷巧妙的下滑時機 造成對手溝通失誤 灌籃得分 另外Clark對於弱鞭空切跟進的意識 也非常出色 加上他內線中頂尖的速段體能 就算對手意識到補防 也往往只能被無情的延扣 是的 可以說體能 就是Clark和Washington 關鍵性的不同之處 官方體測時測出 40.5吋最大彈跳的Clark 擁有堪穿聯盟頂級的爆發力和彈跳力 像這裡這個片段中可以看到 他接球時還在三分線 然後收球步再跨一步 僅僅兩步而已 就在罰球線一步的地方 飛進去上籃得分 展現出他封線中絕頂的爆發力 而這裡更明顯 接球後小碎步下一次球 注意看喔 他起跳的點在這 結果怎麼樣 直接往前彈出去 頭其框嚴扣6尺11吋的Mahimi啊 同時Clark的原地垂直起跳 也是體側大會前三的水準 34吋的成績比當年老兵的33.5吋 和Gordon的32.5吋都更好 加上他頂級的爆發力 讓他進去接球後 能瞬間彈起爆扣 而將爆發力彈跳了一致空力 艱巨的空中作戰能力 也使得Clark不論是擋拆跟進 快攻拖車 空切跟進 甚至是路邊接引 靠著第一步速度 過掉內線切入後 在罰球線周遭的中距離 乃至於進去終結時 有著非常非常巨大的優勢 根據Clark的Defender數據 群聯盟的受干擾的情況下 能場均命中2.5次以上進球 同時又能保持在60%以上命中率的 就只有14名球員 而Clark正是其中一人 觀察實際比賽 Clark的終結手段並不多 除了接球灌籃以外 就是基本上籃和拋投兩招而已 甚至他飛光用手終結的次數 也非常少 但在體能優勢下 這些問題幾乎都不再是問題 像很多時候Clark 終結遇到協防夾擊 對手要關掉他右手上籃的路徑時 他就能起跳滯留在空中 拉幹閃避防守後 再拉回去右手做上籃 那會在空中控制身體的協調性 甚至堪比許多外圍的側翼球員啊 然後這裡對手成退步等待他切入 他也能運用快速的轉身動作 在空中滯留瞄準後挑籃 而這裡呢 對手踩出一個很好的站位 左右把他給夾死 結果Clark起跳墊步的同時 直接在空中多做一個大轉身 就鑽出包夾上籃得分了 這完全就是bug 是體能怪物才能辦到的事情啊 至於拋頭方面嘛 這可以說是Clark的萬用絕技 昨天擋拆後short roll 快攻拖車跟進後接球 或者是弱邊肩下手切入後 他都時常用這招來終結 一來呢 拋頭這種出手 本來就很難干擾 二來Clark本身跳的又非常高 所以當他拋頭時 對手踢得多緊都沒有用 只能騎倒RD 放槍沒進 更扯的是 Clark的拋頭距離 可以拉到罰球線左右 根本已經是把拋頭 當終距離pull up再用的概念了 而這樣整機下來 他的拋頭依舊保持在高達45%的命中率 可說是一個無法防守的必殺技 甚至如果第一拍沒進 Clark驚人的爆發力 也讓他的運用連續彈跳 殺進去正常二波再補進 基本上這一點呢 就讓Zion Wallinson無益 只是呃 對 Zion的體能又好他一節 怪物之中還有更怪物啊 嬰兒的體能 技術兼具之下 Clark就算不以新秀來看 以群聯盟球員的標準來審視 他也依舊是名頂尖的禁區終結者 本季作為擋拆Roman時的效率 可勝過聯盟94.7%的球員 完全海放技術更全面 但效率僅勝過聯盟32.4%的球員的Washington 啊 所以 好不好 別再質疑體能條件的重要性 真的 就是有差啊 不過呢 也正是因為本身終結效率非常高 所以對比起擋拆後 測移能力展露為的Washington 傳球視野其實也很好的Clark 反倒少了許多表現的機會 畢竟中距離拋投就十拿久穩了 又何必傳球呢 但即便如此 Clark長軍人假如1.4次入攻 我們也能從少許的傳球畫面中 看出他的測影潛力 拉下籃板後的快攻長傳 短檔拆後的高位接球測影 或者是低位吸引保角後測影 都難不倒他 所以看來看去 目前Clark 進攻上最後剩下的問題 卻是難以真正拉開空間這一點的 比起真正有三分 Catchman去威脅的Washington Clark便不算是一名很有效的弱邊威脅 即便數據來看 他的Catchman去三分 有高達40%的命中率 把握度確實是非常出色 但實際觀察他的投籃 出手點偏低 出手速度也不算快 導致他算姿勢穩定 就只有大空檔才能出手 只要是稍微干擾的話 他就會改選擇下球切入 可是他的切入能力 也只有第一步爆發力可以縮嘴 粗糙的運球能力 太過容易預測單邊切入 只要切入被踩死 就只剩下中距拋頭這一招 也讓Clark在弱邊拉開空間的效果 大打折扣 尤其現代多數球隊 都配備有名機動性良好的高側翼 能直接貼上 踩入Clark第一派的切入路徑 也更放大他無法拉開空間的問題 像這個片段裝Jeremy Grant 就很明顯仗著機動性 放在弱邊的Clark 下去斜防 造成灰蟲球傳不出去失誤 索性灰蟲陣中其他內線如 Lanchunus Jaren Jackson Jr. Jen等人 都具備三分Kitch的能力 因此Clark上場時 就能擔任Five打法中 負責在進去繳戶的那個人 算是把這個問題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 直長期來說 這人會讓他難以打上先發 只能像快艇的Monster Harrell一樣 作為板凳暴徒上場 因而總結進攻端上 Clark是一名萬用黏著技類型的球員 戰術RUN的順暢時 他能作為戰術核心去使用 戰術跑死時 他也能自己跳出來用體能打爛仗 不論在怎樣的戰術 怎樣的定位中 他都能運用高機動性 四處遊走去創造機會 並且以頂級的把握度 將球送進籃框 甚至是吸引斜防後側硬分球 但如果要打上先發 他就會需要重新調整投籃姿勢 加上三分Kitch的能力 不過也必須說 只要他留在大前鋒位置 有JJJ卡著的灰熊 他也本就很難打上先發 而不打大前鋒的話 轉打小前鋒 他技術會完全不夠 尤其他這種0運球能力的封線 也幾乎不可能憑空練出 外圍球員等級的運球 而轉打中鋒的話 他身材劣勢帶來的防守問題 也註定又帶給球隊困擾 而這一點 也正是接下來要提到的 沒錯 進入防守端上 上面提過Washington 僅8尺10.5吋的摸高 就已經讓他互框時 非常吃力了 而臂展短到一目瞭然的Clock 摸高是多少呢 答案是 8尺6吋 是甚麼概念 這樣說好了 老英後衛Kevin Hurton的摸高 是8尺5.5吋 欸嘿嘿 這樣就有感覺Clock的摸高 有多慘了吧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能看到Clock 踩好了位置 原地起跳 但卻因為臂展太短 而讓對手能對抗後 滯空把球擺進 又或者是從後方追防時 想蓋鍋 就插了一些 沒法摸到球 各種殘念 各種惡玩啊 另外當擔防到盾位高度 聚足的5號球員時 由於擔防時很難有空間 讓他因為爆發力起跳褲框 也於是他的身材劣勢 就會被放得更大 因而翻看數據可以看到 他防守封線和後衛時 能將對手命中率 分別壓在42.8%和42.6% 但面對到中鋒 仍然對手有高達5成的命中率 這也是為什麼上面說Clock 要拉上先發打中鋒 不太可能的緣故 但即便有如此明顯的劣勢 對比起Washington Per36分鐘僅僅墊9火鍋 Clock Per36分鐘 卻有1.4火鍋進帳 而這個呢 就又回到體能上的差距了 在身材劣勢之下 Clock也和Washington一樣 對防守站位 以及起跳時機拿捏 有很不錯的造詣 因而精準的時間插拿捏 加上爆發力優勢的加持 讓Clock在60內 能降低對手命中率7.2% 對比Washington上升0.8% 差別我想不言而喻 像這個片段中 Clock抓準了起跳距離 在滯空落下之前 剛好把對手的拋頭拍出去 而治理Clock則是 晚對手一拍才起跳 用爆發力衝到最高點時 把球給拍掉 不過當然 前面也看到了 很多時候短臂的困擾 是時間插拿捏 無法彌補的 所以提前抓住好的防守站位 去干擾對手 追求蓋火鍋更加關鍵的 在这里JJJ 已經踩死Harden左側的路径 于是Clock踩出一個很好的站位 このHarden完全沒有分 小球給卡培拉路径 接著確認Harden 兩步踩完必須起跳出手時 Clock才直上直下原地起跳 和JJJ一起把Harden的上栗路径 徹底封死 且可以就注意到 Harden發現沒有上栗和傳球路径後 有刻意往Clock懷裏撞的埋 翻意圖 所以Clock完全原地直上直下 垂直起跳 就非常重要 如果他有稍微往Harden的方向去跳 那絕對就是囤犯規收場 從這種小細節中 就不但看出Clock的防守細膩度 然後這裡Clock先側身踩死SGA的切入路徑後 可以注意到SGA一傳球 他立刻一個墊步轉成正對Noelle 接著一樣垂直原地起跳 雙手直上直下高舉 靠著彈跳力按滯空力封住Noelle的所有上籃路徑 這裡也一樣 Clock全程擋住分球給Zella的路徑 然後抓著Monk起跳的瞬間跟著垂直起跳 利用滯空力完全擋死Monk 正面上籃的路徑 讓Monk對垂進攻犯規收場 而這裡由於Borkhoff是一名精準的外線射手 所以Clock沒有一開始就離開他到籃下等待切入者 而是踩出一個隨時可以回味趕著射手的站位 直到確認Hardway手球要上籃 他才一個跨步上籃一樣原地垂直起跳 迫使Hardway最後一刻才拉高角度出手 使準收場 而必須說這些片段中的防守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簡單 像瞬間跨步上去瞬間原地起跳 還要跳到足夠的高度可以影響出手 這些完全都是仰仗爆發力才能辦到的事情 像最後一個片段中多數風險那樣跨步出去直接起跳時 常常就會因為慣性拉不出身體 很容易變成往切入者身上跳 這樣100%會被裁判吹犯規 而就算控制得住身體 多數球員也根本無法瞬間就原地跳到那樣的高度 只能跨步出去後站在地上高舉雙手 這樣遇到體能比較好的對手 像上面片段中的Noelle或Monk 往往就無法守下他們起跳後的出手 最後爆發力不只帶高度上的防守優勢 也帶來大範圍斜防的廣度優勢 像這個片段中可以看到擋拆後Clock乘到禁區對位 當球傳出去Marvin Wallace接到球的時候 可以看到Clock人還在禁區裡面 看到Wallens把球投出去時 Clock的手已經幾乎貼在他面前了 這其實就已經是一個非常完美的closeout防守 可惜那Wallens底腳真的穩 還是被他給tuff shot投進 而如果擋拆換方遇到後衛 或是單防守到爆發力較好的封線時 Clock也都能完美地踩出對手的切入路徑 全程蹲低跟防 一對一把人給徹底守下來 展現出他的痕移速度在封線中 也是頂級的水準 OK 總結防守上Clock說短臂 讓他護匡去吃鞭以外 他真的其餘就沒有什麼缺點了 雖然進攻一樣是一名萬能黏著技球員 能大範圍的在弱邊與籃下之間協防 能有效的在擋拆後護匡 能單防守住1-4號像是多數5號的球員 一名無所不能的地毯式防守者 整體來說Brandon Clark 完全應驗了無選球觀察所述 是一名非常棒的多功能球員 但在此同時缺乏自主的進攻手段 和防守上的身材劣勢 也註定他很難成為真正的主力紅花 而是一名負責替明星球員把所有小所事 小細節打理好的全能綠葉 未來如果真的想打上先發 除了絕對得先練好三分球以外 真的就是得先離開4號未被JJJ卡住的灰熊 只是說真的啦 雖然Clark的體能 讓他去任何球隊我想都能隨差即用 但灰熊有Moran Brooks Allen JJ 甚至JJJ等全能球員 可以製造機會為球給他 其實對他來說是非常理想的環境 因而說真的 我是很希望Clark 能以板凳暴徒的身份長留灰熊 充斥他們的板凳深度 成為灰熊未來衝擊西區的一份子 尤其是Dillon Brooks 以實惠的價格續約後 只要夏天能用夠好的價碼 續簽Josh Jackson和Milton 喔對 感謝太陽 讚歎太陽 我想未來是有機會 在留下Moran和JJJ的同時 一併留下Brennan Clark的 至於魔版的話嘛 當初我給的是防守版的John Collins 但必須說啦 那時候就是想不到好的魔版 才硬給的 現在來看呢 更是十分牽強 所以老實講 就算你現在要我給 我也真的很難給出來 因為一來 他的體能條件真的優秀到很罕見 二來呢 是他的手也真的短到很罕見啊 綜合起來 像他這樣可以飛天遁地 卻又承擔因為手短人吃逼的奇葩 我還真是想不到可以類別的對象了好不好 如果全以攻守定位來看 他跟聯盟許多拳男型4號很像 全方位的防守 以及短檔拆側印就像Dremont Green 戰術跑不出來後 再中去打爛仗 再像盲拳Harold 他能做太多事情了 所以從個別角度去看他 都能發現不一樣的模板 但把所有角度合在一起時 就真的找不到一個類似的球員 呃至少我是想不到啦 那如果大家有想到的話 欸 那就歡迎在留言補充啦 好的 那麼Washington和Clark的星球觀察在這裡結束 下一篇嘛 最近點閱都偏地顆吃土了 所以下一篇呢 應該會找熱門一點的人選來做 看是MPJ還是ZION還是誰 對 就要請大家期待啦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 或會分享出去讓更多更多人看到一下 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也熱烈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說要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不會錯過我新的影片囉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進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B粉狀的晃晃 一同討論籃球 OK 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